里办公室内挂有里内地图不稀奇 但是如果改用回收瓷砖来平贴道路 再乘上里内齐老们亲自绘画的图画 就会显得格外的别致有趣 郑城里里长举办亲子活动 邀来里内长辈们来画出印象中的小时候 缩小户背后贴在地图里面 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人文地图 走进未在新绝江内的郑城里办公室 很难不被墙上五彩缤纷的手作地图吸引 上头每条街道用各种颜色的瓷砖拼贴而成 一旁更有小张的绘画手稿看起来十分别致 第一就是我们介绍我们郑城里 介绍我们郑城里的地图介绍 我们上面就是有一些老婆 在我们郑城里的老婆就有八 现在目前都八到十个月了 那就是我叫他 我们想象我们过去做在这在地做小孩的时尊 这些情形是什么样的 所以他就自己这图自己画 要找回古老记忆 郑城里里长李元登 办理亲子绘画活动 拿出画纸让里内其老 自由画出心目中的小时候 有人画牛车 有的人画当年台湾被外国人统治下 本土孩子和外国小孩的打斗场面 每张画作都蕴含丰富情感 我做小孩就是我头前就是蕴含丰富 我们学校设计就是一个牛车去设计 有的人就是说我会说 以前这都在日本宿舍 日本宿舍后来是跟美国宿舍 我们做小孩都是跟美国宿舍 收拔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技术在这里就对了 比较有意义 未来李元登里长不排除在里内 规划更多类似 可以帮助长辈寻找古老记忆 年轻人了解古代历史的活动 要让存在于林里间的老记忆 得以被广知并流传 港独新闻黄子倩李正平采访报导